你好 老胡今天要给你介绍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这个工具能让你在油管和奈飞上面 看外语片的时候 自动的给你生成双语字幕 会翻译成中文 注意我讲的双语 讲的是外语没讲英文 当然英文包括其中 也就是说你看的日本片 它翻译成日本和中文 看的法语片会把中文翻译出来 看的德文片会把德文翻译成中文 出现双语这样的字幕 你想想看是不是非常有用 好 为了先把这个应用场景讲清楚 我先给你展示一下 如果没有这一个工具之前 我们要看一个英语的片子 比如说我举这个例子 这是采访汤姆克鲁斯的一个 比如说我们原来要在这个地方 打开英语自动生成字幕 然后再打开自动翻译 然后在这个地方找到中文字幕 这个时候它就成为中文 但是这个时候英文的又不见了 它是单语 注意它不是双语的字幕 好 那么现在我就得给你看 这个插件 是Language Learning with Netflix and YouTube 我把链接放在底下 好我现在给你演示一下 安装 很简单 就这样安装 这样子就这样一点 然后它就安装好了 好 安装好了 当然到这个帮助页面 我们不管这个帮助页面 我们安装完了以后 在这个地方 把它 这个 大头针把它摁下去 那么它就会出现在这上面 是这样一个图标 好安装成功 现在我们什么都不用改变 就缺省的试字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这个视频 试试看 看到了 英文的出现了 中文字幕在下面一行 自动给你出现 底下有一个 按钮 如果你要把它关闭 你就把它关闭 看其他的视频的时候 你要打开 就把它打开 你看就来了 是不是非常棒 好 这是英文的这样一个举例 我们看一个日语片子的举例 我们现在把它刷新一下 看到 他能知道这个视频是日语 然后在底下 然后自动把这个中文给你翻译 显示在这个地方 双语字幕 这个插件非常非常有用 它是一个语言学习的工具 这个生成双语字幕 只是它其中最基本的一个工具之一 至于语言学习工具怎么样用来插试点 怎么样用来像复读机一样使用 怎么样把这个语言难点记录下来 然后保存起来像做笔记一样 还有可以把这个字幕 把它导出成为一个字幕文件 这些功能全都有 它是有些付费的功能 我现在给你展示的 只是其中最基本的生成双语字幕 它自己能够自动识别 它的语言原来的是什么 然后你要翻译成什么 你这个地方有个设置按钮 你就讲有的目标文件 要把它翻译成比如说繁体中文 好了 好 那这个时候 它就会把它翻译成繁体中文 看到它就已经变成了繁体中文 这个 原语言的话 你就不用设置了 它会自动识别出来 如果要把这个方法翻译成其他的语言 比如说 你一样想练习 我不知道 随便挑另外一个语言 把它翻译成日语 这个下面就会出现日语的翻译 看到 这工具真的是非常厉害 当然我要讲 就是双语字幕的这一类的插件 有的是指针对油管 有的是指针对油管 还有奈飞 有好多这样的工具 你去搜的话 但是这是我找到的最好的 能够实时的进行这样一个 翻译双语双语的 很多其他的做的不好的都会 就是这个字幕会比说话来慢 慢那么半句或者是一句 它不同步 不好看 这一个就是这一个是功能最强大 做的最好的 我现在展示的只是它里头最小的一个功能 它是一个强大的语言学习的工具 你看有5万家的安装 非常棒 所以从此以后 你只要从这个开关来控制 我是不是要使用这样一个插件 不像原来这样的 点一下这个 要打开这个字幕 要打开这个字幕 还要开启自动翻译 点三四下才出来 即便是 注意原来你要看到中文字幕的话 你要首先打开关闭是看不见的 要打开选中然后再选翻译 然后再选中文 这个是很麻烦 关闭起来也很麻烦 但你看注意这个 我即便是把这个字幕把它关闭 我再刷新一下 看到了 我根本就不需要再 我根本就不需要在这边来操作 字幕的翻译 它自己能够 足够的智能能够识别 原语言 你说的是日文还是英文 还是法文 还是德语 它能够让你自动选择 你翻译的目标语言 所以我们今天就介绍的 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功能 你安装了插件以后的话 你什么片子都可以看 你就可以看日本的电影 你可以看法国的电影 日本的 英国的电影 你可以到奈飞 有奈飞的账号的话 你可以到Netflix上去 这个也可以使用 好的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样有用的工具 希望能够帮到你 谢谢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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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